伊朗週一宣布 十天內伊朗的濃縮油存量 將超過伊朗核協議規定的300千克上限 今年5月 伊朗宣布將逐步違背伊朗核協議 去年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核協議 重啟對伊朗的制裁措施 川普表示 核協議使伊朗 能夠繼續發展濃縮油 而伊朗是恐怖主義的主要支持者 週一 以色列總統內塔尼亞胡 呼籲國際社會制裁伊朗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日重申 伊朗襲擊了阿瑪灣郵輪 他還說 美國不想和伊朗開戰 但必要時會採取行動 蓬佩奧強調 美國將保障阿瑪灣的航行自由 確保伊朗不會獲得核武器 英國外交大臣亨特週日表示 英國幾乎肯定伊朗上週襲擊了兩艘郵輪 不過 歐盟週一稱依然支持伊朗核協議 新唐人記者畢新慈 陳海月綜合報導 еньreten 禮新唯一的時候 越南風破的人発表 越南風破人分立 後的街奧 but